為了方便偏遠以及山區的機民 可以最近帶到家裡的鴿仔鳥 來煮狂犬病的遺風車 人家管家挑一杯風車 最近是特別推出後 不用為狂犬病煮遺風車的活動 並於心意真愛頂山區的鄉民 為這家主要的福祉地區 我們加速疾病防治所 從現在開始到4月27號 有舉辦一連串的到偏遠的地區 做狂犬病狗貓的免費狂犬病 預防注射的活動 然後從 就是積極 信義 仁愛 民間 魚齒 中療 這幾個鄉鎮 那如果您要知道詳細的行程 可以在加速疾病防治所的網站上面去查閱 或是到各鄉鎮公所去做查詢 雖然狂犬病在台灣已經很多年都沒有發生 但有關是一種人跟狗 可以讓上團戰 並且失望路儘管的恐怖一杯 加上東南地區就是葉區 因此加上一杯風車 非常重要的狂犬病也會註冊 那我們台灣又是位於在疫區的旁邊 就是屬於高危險區 所以預防狂犬病的發生是我們 國民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們這次的活動除了免費施打狂犬病以外呢 還有推出前十名在現場辦理寵物登記的民眾 可以有優惠的登記費喔 就是如果您狗狗是有結紮的話 登記費是全面的 那如果沒有結紮 就只要一百塊的登記費 就可以完成寵物登記了 那請各位要把握機會 因為每一場只有十名而已 只要讓官民都感到非常方便 和大新的服務 將一直進行到四月底為止 想要了解確定的服務時間和地點 民眾可以到廣告網站來雜診 記者檢訪三 蔡鳳報道